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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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醫師、陳老師 那個 演員 的幽默的介紹 我不知道我真的那麼偉大到說 我離開之後 我們邦交國就斷交 我雖然有 曾經這麼想過但是 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 我沒有那麼偉大 那剛才那個 陳醫院老師剛剛提到說 他去Solomon Island Solomon群島 我這沒有 剛好我的英文名字也是叫 Solomon 那Solomon是聖經裡面一個王 有智慧的王 我期盼我是有智慧 那 我相信在座一定都很有智慧 因為你們能夠考進台大 我就算一算 你們是插我大概是26屆 我民國73年進來 那你們現在大一嘛對不對 99年歲 我已經老你們26歲了 真的是有夠老 我在台大然後醫科 然後公共衛生研究所 然後台大去當兵 然後台大住院醫師 然後到平基 那今年才又讀完台大公共衛生博士班 所以我從台大畢業了三次 學士 學士 碩士還有博士 那今天很高興跟 來跟大家報告 之前在非洲的一些經歷 那其中也有一些我博士論文的內容 所以有一些部分比較學術性的 那你們如果聽不懂沒關係 你們就聽故事 那 很輕鬆的方式 你如果想睡覺也是可以啦 因為吃完午餐容易睡 但是我相信我的演講 應該不至於讓你睡得著 在馬拉威有沒有聽過啊 有去過馬拉威的嗎 大概沒有 馬拉威其實 跟我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在1964年獨立 1966年跟台灣建交 那年剛好我出生 那我自己是屬馬的 所以我就 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去馬拉威 那時候是在世界展望會 飢餓三十 大家有沒有聽過飢餓三十 有沒有參加過飢餓三十 你們都這麼幸福啊 連三十個小時飢餓都沒有經歷過嗎 飢餓三十 那他在募款幫助非洲的難民 那我剛好跟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 我們是團企 一心社就是目前台大的一心社 我們就募款 然後來就被選為代表去參觀馬拉威 那他說去我也不想 我第一次出國 沒想到十幾年之後 我又再度踏上馬拉威 而且是常住 在那邊就待了三年半 所以跟馬拉威滿有緣的 那06年回來 只有想不到08年就斷交了 馬拉威在東南非 被莫山比克包住 那他有一個很大的湖 叫馬拉威湖 很漂亮 你在湖邊 你會覺得好像海 因為他的面積有台灣的三分之二 台灣如果把它放進去的話 就剩下玉山跟阿里山 那李隆維是首都 我們醫療團 有一個醫療團在母族族在北部 這個距離剛好是365公里 開車要四個小時 人口的1300萬是台灣的一半 我們看一下他的一個經濟狀況 他現在每人每年的平均數字是900美金 那這樣是多還少 台灣是1萬以上 還有53%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最近貧窮線議題吵得很熱 有誰能夠告訴我什麼叫Poverty Line 貧窮線 這條線在哪裡啊 你有沒有看見一條線 有沒有能夠回答Poverty Line 看你們有沒有國家關心世界大事 他有一個definition 這個要不要考試啊 演員 我講就考 Poverty Line 大家要知道 因為有一個definition 每人每天一塊美金 現在一美金是多少錢 31塊台幣嘛 所以31塊台幣能夠幹什麼 在台灣可以幹什麼 可能一塊麵包就差不多30塊了 但是你看一個人他要在一天一塊美金的生活水平下 而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是on的 那最近這個Poverty Line有被提高 好像到1.25美金 每個國家的definition又不太一樣 台灣有台灣的definition 但是Global看來是這樣子 一人一塊美金 當然在馬拉雷就一半以上的人 是生活在平常線以下 讀書四字率大概有六成 那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沒有機會進學校 但進學校可能也不是全部都能夠順利讀完 60%進小學 但是不到10%可以進中學 所以他整個school的life expectancy 到九年 九年大概是到中學 國中 我們看他的鄉村的居住環境 這是馬拉威湖 這是他鄉村的一個房子 這個泥土牆是很容易製作的 他們可以自己燒磚塊 一個磚塊是一夸牆 一夸牆大概是0.2毛台幣 但是他們屋頂就沒有比較好的建材 所以就用稻草 那這種下雨天的話 就外面在下雨 裡面也在下雨 可是他們雖然是居住這種環境 但他們小朋友臉上是充滿歡笑 也是很愉快的 那這樣的歡笑的臉龐 在台灣實際上不太容易看得到 這樣的房子 那這個是另外一家一幅 那這個蓋得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看起來不錯喔 這個建築是用磚造的 那這棟建築在蓋什麼 嗯? 學校 還有呢? 電影院 為什麼說是電影院呢? 喔 有video show 那你們看看 他只有早上10點半早場 那下午就沒有了 還是他只有一張那個海報 所以就只貼上面那一次 下面就列推 那這是他們的一個娛樂場所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廁所?不是 裡面有賣東西啊 在街角 我們台灣也隨處可見 台灣每一個十字路口街角都有一間 叫什麼? 7-11 所以他也是7-11 早上7點開門 晚上11 晚上大概沒有到11點 那如果這是7-11 那這個呢? 什麼? 頂好 對 全聯 家樂福 愛買 他們在賣什麼呢? 這是番茄 這是蒜頭 這是麵粉 這是小魚乾 這是汽水 還有一些肥皂 洗髮用品等等 基本上你一個家庭所需要的各種東西 這邊都買得到 所以你說他是家樂福 我想也可以啦 不為過 雖然看起來不是那麼體面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瞭解到他們的生活水平 到什麼樣的情形 你想想嘛 一塊美金 三十塊台幣 能買什麼東西呢? 當然 買這些東西 已經是很重要的 Essential的 家庭生活所需要了 咦?這個洞在幹嘛? 不小心踩下去會踩到什麼? 它挖得很漂亮對不對? 也蠻深的 你看 可以裝很多東西啊 它就是 裝那個 我們人體的排泄物 那這樣的廁所是 很重要的一個廁所 為什麼說它重要呢? 因為它很實用 很方便 可製造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就挖一個洞 然後塞 填滿了就把它封起來 隔壁再挖一個洞 那你如果覺得想要有一點隱私 你就把它遮蓋一下 這樣也不錯 很通風 沒有錯位 又不用沖水 那這個呢? 這是裡面 別有洞天 裡面可以 有一個私人的空間 VIP room 在裡面你可以 裸成相見 在裡面可以洗澡 但是沒有水 所以你要自己去提水過來 那請問 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敢在上述的地方 洗澡跟上廁所嗎? 敢的舉手 嗯,不錯 敢的人就有初步的條件去非洲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健康狀況 欸,你們現在大意嘛 但我想你們英文應該不錯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Light expectancy 說命 對,很好 我們叫平均於命 那這個就是說 他 估計 馬拉威人 他 一般人的生活 生活壽命 可以有五十歲 那台灣是幾歲 台灣 七十 七十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快要闖破八十大關了 那infant mortality 好 infant 是嬰幼兒 under five 五歲 maternal mortality 是母親 死亡率 那這些死亡率 我後面有個rank rank就是說排序 在全世界排序第幾名 在全世界排序第幾名 rank十二是什麼意思 在全世界排名 第十二名 那不是說 第十二名好喔 是 第十二名高 第十二名高 就是第十二名的高死亡率 千分之八十六 將近十分之一 每十個小朋友 他一個 在剛出生的時候 活不到一歲 under five 的確是已經十分之一了 under five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WHO他在看 一個國家的健康水平 他會拿這些指標來看 所以當你們要看 一個國家的健康水準好不好 你就看這些 這些indicator Meternal mortality 是百分之一 每一百個母親 在生產過程 會有超過一個 死於產難 那這也是全世界排名第八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死亡呢 當然一定有一個死因對不對 那死因我們就看 十大死因是什麼 在馬拉威 它的主要死因是這些 那這些是什麼病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AIDS 馬拉瑞亞是什麼病 瘤疾 TB 肺結核 肺炎 腹瀉 不錯啊 你們水準很好 雖然你們才大一 但是已經有一定的水準 那這些主要死因 那這些主要死因 在台灣是不是十大死因 台灣的十大死因是什麼 癌症 CV Cardiovascular disease 還有呢 也就是 CV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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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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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疾病的優惠 在先進國家、在發展已開發的國家 歐美國家它成癌症、症癌症、DM、hypertension 糖尿病、高血壓等 但是在發展中國家、未開發國家 它就是 infectious disease 重點不一樣 那因為這些重點不一樣 所以你的resource的配置也要不一樣 你不要跑去非洲跟他說 我們來做癌症、癌症 他說 抱歉 我們活不了那麼久長癌症 這不是我們的優惠 那還有一個AIDS AIDS 我們就看它的preference 12%、12% 這已經有點降了 之前我剛去的時候還有大概15% 那有一百萬人口感染艾滋病 那AIDS病在台灣有多少人感染呢 可能 我不是很清楚知道 它可能還大概一萬或以下 這是李榮偉兒童醫院兒童病房 那台灣通常為了幫助邦交國 我們是人道救援 所以我們就去幫他蓋了一間醫院 在母族族中央醫院 那蓋完醫院 掛上國旗 這個是鳥看圖 三百床 很漂亮 可是他說 不行啊 我們有醫院可是沒有人 還是不行啊 那請你們派醫師來吧 那我們只好說又派醫師過去 那時候我們就organize一個團隊 那時候2000年我去到平基 2002年 就去接這個團 我們就派一個團去 把這個醫療團接起來 待會會有一些interaction 會有一個video 來介紹說我們醫療團 在那邊做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我想先跟大家介紹 一些global health 全球衛生的觀念 那從這個全球衛生的觀念 你來看 我們在當地做的事情 你會更有一個picture 那MDG大家知道嗎 千禧年發展目標不錯 那他有八大發展目標 那我們看一下八大發展目標是哪些 第一個是 去除 去除什麼 貧窮跟飢餓 第二個呢 是教育 第三個是性別平等 讓女性同胞 女性更有一個決策權 第四個是兒童的死亡率 把它降低 第五個是母親的健康要促進 第六個是傳染病 還有其他疾病 那第七個是環境的永續發展 第八個是伙伴關係 那這千禧年發展目標 可能大家不一定很有概念 但我想大家今天聽了之後 有這麼一個 至少人家在講MDG 你不要說你沒聽過 MDG 這是千禧年發展目標 其中第四到第六 四五六三項是跟衛生液體相關 第四個 降低兒童死亡率 那千禧年它有定一個目標 那你就要一個Monitor 說到底有什麼這樣達到了沒 那WHO它有一個indicator 希望在2015年前 可以降低三分之二的兒童死亡率 那我們看三個Monitor indicator 一個Under 5的死亡率 一個是infant mortality 一個是多少小朋友他接種麻疹疫苗 這是第四項 那第五項促進母親的健康 希望在2015年前可以降低四分之三的母親的死亡率 母親死亡率可以下降 還有多少的生產 可以被有技能的接生人員所接生 SBA 我們講有技能的接生人員所接生 那你想 這兩個目標在講什麼 怎麼聽不懂 死亡率可以聽得懂 那什麼這個呢 這是什麼意思 可能你們沒有概念 因為在台灣從來沒發生過 台灣都是有婦產科技師 至少有出產室 都是有專業的技能人員來接生 但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 很多婦女生產是沒有人在旁邊的 那第七個 希望在2015年前 可以停止或是反轉HIV擴散的速度 在懷孕婦女的一個盛行率可以下降 保險套的使用可以增加 然後孤兒比上非孤兒的就學率可以增加 哇你想 連孤兒的就學率都拿出來了 這表示說孤兒是一個大的問題 好 這個待會兒我們也會提到 但是到目前為止 每一分鐘還有二十個小朋友 死於可避免的疾病 那馬拉威是大概千分之八十六 或是十分之一 這些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被治療的 但是他們很不幸的就過世了 大部分集中在非洲跟亞洲 顏色越深的表示死亡率越高 通常每一分鐘有一個母親 因為懷孕生產而過世 懷孕對於母親 對一個女性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難關 因為她要生下一個Baby 她生產會面臨很多的危險 馬拉威的母親的死亡率大概百分之一 全世界排名第八 也是大部分在非洲 你看整個非洲黑鴨鴨的一片 真的是所謂的黑暗大陸 因為資源缺乏 人死亡率非常的高 那這些高死亡率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想一想 這些死亡率這麼高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能夠 你只要你走一趟你就會知道 最主要是缺乏醫療人員 然後沒有足夠的設施 沒有足夠好的設備 那如果在座的各位 一百多位 一百三十位嘛 如果你們都能夠mature 然後能夠願意去到那個地方去的話 我相信你們會大幅改善 他們的這些死亡率 因為你可以充分的 大大的補足他們所需要的醫療人員 那到底有多缺乏呢 比如說在馬拉威 全馬拉威 兩百多位醫師 如果除以他的一個整個人口數 一千三百萬 那你這樣算出來 如果馬拉威的比例 我們當作一的話 十萬分之二當作一的話 那台灣這麼多醫師 三萬多位的醫師 大概是他的八十倍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一個醫師在馬拉威 他要照顧的病人數就很多 那個數目比一個醫師在台灣要照顧的病人數 是八十倍之多 大家這樣了解嗎 我們有一個比例叫醫師人口比 那大家可以去這樣子做一個 推算 像全球是馬拉威六十倍 所以 非洲本周都是馬拉威十倍 所以你可以看見馬拉威它是處於一個 醫療人員缺乏非常嚴重的狀況 那也好不到哪裡去 也是台灣的十分之一 那這麼多的 這麼大的缺乏 那我們來看缺哪些人 在馬拉威在全球它有一個definition 叫SBA 就有技能的接生人員 它有四種人 一個是助產室 包含這個護理助產室 或是說護士他有接受助產的訓練 醫師有接受助產的訓練 跟護產科醫師 所以並不是每一科醫師都可以當作SBA 像我是小兒科 但是如果我沒有接受Mid Web Training 我就不能夠稱作SBA 那我們在座有護理出產師 他是SBA 他就可以當作SBA來被使用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醫療人員 衛生都不在了 都很缺乏 在馬拉威 1995年它估計 生產數只有一半是被SBA所節升 2006年進步到54% 在城市好一點84% 在鄉村只有53% 進步一點點 因為SBA很少 很多醫師護士他一畢業之後 他就跑到國外去了 在馬拉威 100位護理人員畢業 一個禮拜內 就有26位跑到國外去了 醫院每天都在接受辭辰 因為去英國去美國 生活條件比較好 在英國在美國 有超過好幾百位的馬拉威的醫師 他們不願回到馬拉威 這個數目遠超過在馬拉威本土的 本土的馬拉威的醫師 其實台灣以前也是 台灣以前也有很多醫師跑到美國去 但是因為我們經濟狀況回轉之後 這醫師會回流 經濟狀況會影響到醫師選擇的工作地點 那我想待會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醫師 我們的工作地點的選擇是因爲什麼 那在很多地方 在遙遠的村莊 要找到這些SBA來工作是很困難的 所以很多rural area 在鄉村地區 婦女他們沒有SBA可以來幫他們生產 那這樣這是一個TBA 有另外一個方式叫做傳統接生佛TBA WHO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在思想怎麼辦呢 OK我們當然希望由SBA來接生 問題是SBA留不住 他也不願意到鄉村偏遠地區去 那怎麼辦呢 一個方式就是把這些TBA 把它訓練成有技能的接生人員 他可以是capable的 但是你給他足夠的一個訓練 proper的training 跟closed supervision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它轉換成有技能的接生人員 以在許多跨展中國家的經驗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基於這個想法 我們就訓練TBA 一個TBA的訓練計劃 我們從鄉村每一個村落找一個TBA來 然後把它找到中央醫院來 給他吃給他住給他零用錢 來補足 彌補他這一個月受訓他的經濟損失 這是開訓典禮 我們請到衛生部的司長來主持開訓典禮 那有中央醫院的資深的住產室 來訓練來教導他一個生產 如果辨認產成這些產成的相關知識一個月 然後他要demo 他要經過考試 他要表演他所學到的一個知識 用他們的話 或吞吐卡來教導當地婦女 你要注意做產前檢查 你要怎麼做個人的環境衛生 要怎麼洗手洗滴 要怎麼使用肥皂 那我們給他一個住產包 裡面有這些所需要替換的 接生的工具 一個住產包 然後一輛腳踏車 當他被training完 當他通過考試 當他被他qualify之後 我們給他一個住產包 上面有我們台灣的國旗 跟馬拉雷的國旗 還有雙手交握 你看這一排腳踏車後面 有一排的TBA 那這排TBA他可以回到各個鄉村去 他可以騎著腳踏車去到產婦家裡幫忙接生 他可以執行接生的工作 那請問他會不會跑去英國或美國 會不會 騎腳踏車去 可以啦 如果他騎得過去 因為他不太有機會出國嘛 所以這群TBA他會留在哪裡 留在他的家鄉 留在他的村落 他不會外流 他訓練完不是不管他 要繼續來訪視 看看說你的紀錄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那我們也幫他蓋產房 這是五星級的產房 是當地很漂亮的一間產房 因為如果沒有產房 他們在哪裡生小孩 廚房 他們沒有廚房 他們只有一個空間沒有分廚房 他們可能在草叢 在路旁 在水溝邊 因為他們很忌諱在家裡生產 他們覺得生產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不能夠 婦女不能夠在家生產 那婦女不能夠在家生產 又沒有到醫院去 那在哪裡呢 在路上在草叢邊 所以就很多死亡率 很多死亡事實上是不必要的 但是說我們給他一個產房 就能夠給他一個至少還算乾淨的空間 產房也要有屋頂啊對不對 屋頂如果是會下雨怎麼辦 給他一塊塑膠布 塑膠布他們買不起 我們就給他一塊塑膠布 給他一個蚊帳 那這個就是TBA的產房 然後我們要教導他轉診 當他碰到危險的情況的時候 他不要把產部留在手邊 什麼情況下要轉診呢 就這些條件要轉診 那要有記錄 那這是給補充的鐵劑 跟那個抗虐藥物 那考你們 這個是什麼意思 時間 那什麼時間 下午 對不錯 很好 你們具備第一集TBA的資格 那第二章 第二章 紅色代表什麼 血 對 所以 血崩 很好 還有呢 反正就是跟出血有關 像產後大出血啊 PTH啊 大量出血啊等等 所以這個危不危險 危險對不對 要轉診 那這個呢 這個就沒有出血了 雙胞胎 眼睛很銳利 雙胞胎 好 雙胞胎也不要留在手上 也是要轉診 這個只有一個 胎胎不正 什麼胎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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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胎胎還是 我看已經有人 這是什麼胎胎 橫胃產 正常是什麼胎胎 正常是頭下 對不對 但是它沒有 它是整個身體橫的 transverse 那是橫胃產 這個也不好生 然後生產的結果 OK 那這個是不OK 這小朋友的 這個有沒有送到 醫療院所去 在什麼時候送 那這樣的記錄 簡不簡單 你會不會記 你當然不會用這種方式記啊 因為你說用這種方式記 老師一定會被你打不及格 但是TVA 就只能用這種方式記啊 因為它不會不四字啊 大部分的TVA都沒有上學啊 或是沒有完成小學教育 所以你就只能用很簡單的方式 但是又可以確實的記錄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醫療可進性 醫療可進性 重要 醫療可進性是 整個醫療品質 或者說病人能夠接受到 適當醫療的一個關鍵 我們用GPS跟Google Earth 來評估 產部到醫療院所的可進性 你看這張圖告訴我們什麼 房子可能在很寬闊的一片草原上 那有一條小路這樣走過來 但是要走到哪裡去 可能要走很遠 那Google 剛剛燕源老師也提到 他Google了 現在凡事只要Google一下 就都有了 看一下Google馬拉會在哪裡呢 在這邊 那這邊是母豬豬 在這裡母豬豬市 那你看母豬豬市 它是位於什麼樣的環境呢 它中間可能是一個平原 但是它旁邊都是山林 這都是山林 秋林地 那我們用GPS去定位 我們所訓練的TBA 跟所有的醫療院所 還有記錄所經過的路徑 跟所距離還有時間 那把它點出來 這五個醫療院所 用H代表 那TBA分佈 因為我們TBA分佈在選擇的時候 是盡量均勻 所以它看起來分佈還蠻均勻的 那比如說這兩個TBA 它到哪一個醫療院所比較近呢 你們猜如果這是A 這是B 到哪一個醫療院所比較近 A 這B 這兩個TBA 很難猜嗎 不會吧 很簡單嗎 A比較近嘛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A中間隔了一座山 這個隔了一座山 所以他們過不來 車子過不來 所以它就 這兩個TBA 它就要 下山 然後再走這條路 到這邊來 它反而到達不了這裡 如果車子的話 所以在走路OK 走路它可以到A 但是如果 危險的產程 需要車子的話 它就只能送到B 到Acontaining 所以你就了解 這個Google Earth 跟GPS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定位 跟測量 那個醫療可進行 但是車子如果碰到這種路況 恐怕也不太好過去 會 會掉下去 跟那個蘇花糕一樣 會掉下去這樣 我們就測量 在五間醫療院所 有多少TBA說 它送到這邊比較近 他們所測量出來的一個時間 用GPS 測量出來的距離 GPS所估計的時間 還有TBA 它自己所通報的時間 這兩個相比 這兩個數值是很接近 所以我們可以說 TBA它所通報的這個客觀的時間 是一個主觀的感覺 但是GPS 它所測量的 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那這兩組數據 是非常consistent 相關係數是很高的 是顯數的 所以在07年 我們做一個study 我們來仿視了 一千多位的運產婦 我們看到說 你到醫療院所需要多少時間 你怎麼去 你在哪 你決定在哪邊生 你喜歡的一個生產地點 你需要多少時間跟交通方式 那我們發現 有24%的母親 她在一個小時內 可以到達醫療院所 另外22%在1到2小時 那反之就是有超過50% 她需要花超過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能夠到達醫療院所 那你說兩個小時 是久還是遠 還是不久 兩個小時 我可以從台北到高雄了對不對 坐高鐵 兩個小時 走路也可以啦 因為她慢慢走 但是如果在生產正衝的時候 兩個小時走得到嗎 我在醫院值班 有一天 有一個產婦 她自己家人開著車闖紅燈 把她從那個泰伍山那邊 一直闖紅燈 送到台大 送到不是台大 送到平基 急診處 結果小朋友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警局下去急救 但也沒有救起來 只有一個多小時 從她家出發到到達醫院急診 一個多小時 那小朋友已經出來 已經過世了 那要花多少錢呢 76%他們 可以不到一塊美金 因為他們不需要花錢 他們都是用走路的 所以不需要花什麼錢 可是如果緊急轉整 或是搭上交通工具 可能就要花比較多的錢 那我們來看看 在這些護女他們怎麼回答 他們選擇的地點 OK Current antenatal care 就是說 目前我正在做產檢 我希望去哪裡 哪邊做產檢呢 大部分都回答說 我要到Health Facility 就是醫療院所去 好80% 其他比例就很少 那如果我要在哪邊生呢 大部分都說 OK 我要想在醫療院所生 因為那邊看起來是比較好 就一部分16.8% 回答說 我不會選擇在醫療院所生 但是如果你問他 你上一胎在哪裡生 previous 上一胎 結果發現一個很令人驚訝的答案 就是 就50%的人 他實際上是在醫療院所生 有33%的人 他是在非醫療院所生 他又在哪裡生呢 有30%是在TBA生 3.7%是在自己的家裡生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理想跟實際有差距 我這胎生 我希望在哪裡生 但事實上 可能會因為交通 因為距離的原因 所以我就選擇在比較近的地方生 特別是像TBA 整個TBA的接生數 是佔了371個 有三層的baby 是在TBA這邊所接生 那接生的原因呢 在這邊選擇在這邊接生的原因呢 上一胎跟這一胎 這一胎大部分在TBA接生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nearby my house 就在家裡附近 在TBA接生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近 那在health facility 因為是設備跟技術比較被信任 但是也有TBA也不是說不被信任 也有快20%的人選擇TBA 甚至因為他覺得TBA能夠被信任 這個是告訴我們實際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運用到GPS 又運用到Google 然後來看看說整個醫療資源的分佈 醫療可盡性的困難度 來幫助我們做一個policy的making 那我們剛才提到說這些TBA 你訓練完不是不管它 因為以往全球衛生曾經對TBA 訓練過很多TBA 但是後來覺得他們做不好 我個人猜想的原因是 他們訓練完他們 但是並沒有持續給予足夠的資源 再教育 就把它forget 把它忘記了 所以他就越來越忘了 就越來越回復他的本性 所以我們在探討一個問題是 持續教育對於這些TBA 它的一個表現的重要性 我們設計一份問卷 來考他們 47個題目 每一題3分 總分是141分 好 那我們跑統計 來看看說這些答對的分數 跟它的一些相關的因子的相關性 04年、05年、06年 總共訓練81位TBA 平均年齡大概都50幾歲 那到教育的一個上學年數 大概4年 那平均分數都差不多 都123左右 這個圖非常有趣 你看看喔 這個紫色的是完全答對 藍色的是大部分答對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比例呢 在剛訓練完的時候 你測試他分數最高 好 快95以上 也就大部分人都答對 分數都很好 但是 隔一段時間喔 我們請他再回來再教育 再refresh 那refresh之前先測試一下 哇 分數都掉下來了 你看 完全答對的不到40 部分答對的大概80% 然後 Afterrefresh your course 就訓練完馬上再測試 分數又拉起來 你看跟第一次是還蠻接近的 然後一段時間 三個月之後又掉下來 這個圖告訴我們什麼 在教育中不重要 在教育重要 我們醫師以後你們就知道 每年開醫學會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對 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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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學分 聽演講很重要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簽完到就走了 因為這代表說你要 醫師也要再教育 那醫師都要再教育 TBA不需要嗎 TBA當然更需要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training course 我們來看看 總共有 一千九百八十四位 產婦 來到我們 八十一位 七十九位 TBA 那轉整 有一百七十位 TBA被轉整 轉走 其中有七十九位 是在產前 九十一位 是在產後 就生下來之後才轉 那總共有二十六位死亡 那總共是一千九百零五位 在這些TBA處接生 二十六位死亡 死亡 死亡率是十三點六 千分之十三點六 大部分最多的是在小於二十歲 如果媽媽小於二十歲 或是媽媽大於三十四歲 死亡率是二十四點六跟二十點二 那如果二十到三十四歲是比較OK 就是說媽媽不要太老 也不要太年輕 那死亡率千分之十三點六 那這裡二十六個死亡的小小寶寶 分佈在十七個TBA處 那這些十七個TBA 他們分數是一百二十四 那其他的TBA分數一百三十三 所以這個有沒有差異 這個達到統計的顯著差異 也就是說那些沒有死亡的 沒有寶寶死亡的TBA 它的knowledge是比較好的 可能我们可以推估说 因为它的知识比较好 所以它可以避免掉一些死亡 那知识比较不好的TBA 可能就比较容易造成死亡 但是我们要注意说 这些TBA它接生数也比较多 几乎double 也可能是因为接生数多 所以比较容易碰到困难的case 但是这个没有达到统计显著 我们进一步用modeling 统计分析去看哪些risk factor 我们发现跟分数相关的一些因素 如果它受训的时间超过12个月 那么它的分数就会下降 减著的下降 7到12个月不会下降很明显 但是如果超过一年 分数就会下降很多 那如果年龄TBA小于45 比较OK 大概45它的分数也会下降 都会显著的下降 降掉4分或降掉7分 好像越老越容易下降 受教育的年数 如果受教育年数超过5年 那TBA比较容易有好的成绩 会多11分 达到统计显著 那测试次数越频繁 每增加一次分数就会增加2.89分 所以从这些我们翻新 我们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因素 是跟它的知识有关 测试的时间 年龄 PBA个人受教育年数跟测试的频率 那千分之13.6的死亡率 我们台湾所训练的TBA 它的接生数1900多位 死亡率千分之13.6 死亡率是不到马拉威全国的一半 那如果扣掉有12个小baby 他是在生产前到达TBA之前 就已经死亡的话 那死亡率又下降到更多 千分之7.3 那你们觉得这样结果 OBOK 可以吗 这些TBA是能够做事情的吗 应该是还可以啦 至少About它全国的水平 那我们分析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教育它要及时的转整 母亲死亡率高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Delay Transfer 当它有需要的时候 它不知道要转 可是有TBA的话 可以告诉它说 你这个情况不能待太久 你要赶快转 我们帮你转 帮你找车子 找方式 帮你转到医疗医院所去 所以它可以screen 可以做及时的转介 Early Referral Risky Pregnancy 早一点把这些危险的产生 就像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图 双胞胎 大出血 很未产等 那些case把它转走 转整率8.6% 所以可以把那些可能的死亡把它降低 再来就是要持续的再教育 每一年至少要一次 然后TBA不要太老 那最好能够受过基本的教育 那它这样比较能够理解 我们教它的东西 它有机会可以被训练成 capable的post attendant 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要珍惜每一位母亲跟孩童 这是WHO某一年的一个主题 我们要make every mother and child count 就要珍惜要count 要把它算进来 你不要把它遗漏掉 把它算漏掉的 每个小朋友的诞生都是一个希望 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过世 就是一个希望的破灭 那我们做这一块TBA 我们就是做促进妇幼卫生 当我相信我个人认为 当我们救了一个妈妈 我们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当我们能够救很多家庭 我们就是救了这个国家 对不对 OK 那刚刚讲的是MDG的第几跟第几 忘了 MDG的第几 第四跟第五对不对 互佑卫生嘛 第四跟第五 所以MDG很简单 没有很困难 四五六卫生相关 第四跟第五就护佑卫生 第六就是艾滋病 就这么简单 那再来我们谈艾滋病是 全马拉威艾滋病盛行率有12% 这成人的啦 成人的12% 颜色最深的是在南部 因为南部商业发达 比较多的一个commercial sex 艾滋病就像一只柿子 它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看到那些弱小的 就是有risk的 不乖的人 他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有100万人感染艾滋病 有20万人需要ART的治疗 Anti-Retrobilotherapy 有每年新增1万个艾滋孤儿 新增加的不是累积的 那爸爸妈妈过世了 就把小baby留给阿嬷 所以老的要照顾非常少的 那这个妈妈 她身边有四个孩子 可能不全都是她的 因为有些是弟兄姐妹 所遗留下来的孤儿 她也会跟着照顾 母亲一般比较愿意来帮别人照顾孩子 那爸爸大家就在不管事 就比较不管 这个小女孩在做什么 她在玩耍吗 她在跟她的小弟弟在玩耍吗 玩什么 她在工作 她在剪财 她要一边工作 来帮助家庭 一边照顾她的小孩 这个妈妈 一个很年轻的妈妈 她看着她的第二个孩子 她想要brace feeding 想要不为母乳 因为小朋友饿了 张开嘴巴想要吸奶 那你猜她吸到什么 浓 浓 吸到puss 在brace上有一个很大的wind 一个很大的伤口 我都不知道这几公分大 上面还有停有两只会飞的昆虫 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状况 就是妈妈想要喂小朋友喝母奶 但是可能喂出来挤出来的不是母奶 而是puss 那她为什么不去治疗呢 因为最近的医疗院所可能在十公里外 那你就算走到那边去 也没有医生 也没有药物 也没有抗生素 那没有钱 那所以 就是no treatment no care no hope 整个是陷入一个非常hopeless的一个情况 那小朋友 怎样呢 怎么办呢 这是老二 因为老大已经过世了 可能老二也可能很快会过世 因为妈妈有AIDS 所以小朋友她也得不到Nutrition 她也有可能得到AIDS 因为从妈妈的直接传染 Vertical transmission 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Rainbow Clinic 艾滋病彩虹门诊 我们的goal 我们的mission是 期望提供这些生命 是这些hopeless的生命一个life 那一个hope 因为那个彩虹是一个N点的记号 我们所命名为Rainbow Clinic 我们设计了一个指纹系统 因为台湾有健保卡 很方便 对不对 有身份证 但是呢 马拉威没有啊 他没有健保卡 那你如何知道谁是谁 黑人 我们看黑人都完全一样 就像他们看我们也都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就用指纹来做一个辨识 那这样一套系统可以帮助 我们来管理艾滋病药物 还辨认病人 那可以确实达到一个好的效率 那这篇paper刊登在Lancet 我们也募集营养 营养品 买黄豆跟玉米 先烘焙之后再磨成粉 然后发给回诊的病患 每个月他们回来 就给他一包这些营养品 来促进他们的营养的康复 那我们发现 这些的确可以来帮助 他们营养的状况的改善 可以好得更快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的医疗团 我们设立了艾滋病门诊 我们也执行临床医疗 那在马拉威 在非洲 你可以看见很多 unusual的case 因为在台湾你看不到 台湾没有机会 让一个病人把病养得那么大 对不对 台湾有人会有把梯子长这么大 才来看你的吗 可是在非洲就是会发生 因为他们可能一生一世 没有机会看一个真正的医师 所以当我们医师去到那边的时候 都是他们很 对他们的原因都是福音 但他们病可以得到医治 像这个spring 这是 这是脾胀 为什么会这么大 Spring为什么会这么大 就这么大 像那个脸盆那么大 什么病 我们刚才有提过 在马拉威 在非洲 瘟疾 因为马拉威亚 因为马拉威亚 那个 parasite进入RBC里面 红血卷里面 然后就在Spring 被破坏掉 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accumulate越来越大 Spring 然后又相对又破坏更多的RBC 所以有anemia 那像这个tumor也是 所以我们的外科医师在那边开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刀 我们也去做巡回医疗 那这个三岁的男孩 那这个三岁的男孩 他肚子也很大 我们echo一扫 哇那个tumor 在胸部里面长得真灵 怪状 非常凶恶的样子 一看就是HCC Hepatoma 那赶快 可是已经很难治疗了 因为too late 那我们的团员来慰问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病童 他骨折 可是没有办法 没有钉子 没有骨钉 所以他只有只能打石膏 那打石膏就摆很久 所以他也很无聊 那我们团员吹气球来 让他们觉得快乐一点 我们艺南帮一个病人换那个玻璃 我们举办捐血活动 这是大专生 这是阿兵哥 我们为什么要办捐血活动 你是想台湾需要办捐血活动吗 台湾已经有捐血 很好的捐血中心 可是台湾以前也是 有一段时间是血牛在卖的 那只是到现在转变成无偿捐血 那在马拉威他是连血库都没有 所以当有一个病人他生病车祸 他需要捐血 输血 那怎么办呢 你就去 就看着他待 on table 但不忍心嘛 你就赶快去找人 找十个人 路上抓甲乙丙丁物极更新 把十个路人甲把他抓进来 那你要screen嘛 对不对 那有两个是艾滋病 对不对 他剩情率12%有两个艾滋病 那有两个马拉威亚 那两个B肝 那剩下几个 四个 两个血型不合 剩下两个 一个营养不良 还要倒数回去给他 剩下一个 那这样 这样就很dangerous 对不对 很危险 本来一些可以survive的病人 就因为没血可输而死 所以我们就去医院 不是 去学校去军营 去clare这些干净的血液 那我们从台湾找了一些资源 从捐血中心 却募了一些礼品 像五指袜 他们穿起来就很高兴 就觉得哇 这是一个荣誉 我有穿到一个 在马拉威看不到的袜子 叫五指袜 那表示说我有捐血 我做了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clare到一些干净的血液 我们的团员也都是率先捐血 就可以救很多病人 那这些血液 collect起来 除了中央医院可以用 也可以分配到地区医院去 捐血以待救人移民 除了捐血这个purpose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是为了education 我们来告诉这些捐血者 你要节身自爱 艾滋病是怎么传染的呢 是透过血液 透过性行为 不完全的性行为 所以你要使用空等 你要节身自爱 这样也达到一个 预防教育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捐了一辆捐血车 送过去给他们 这辆捐血车 已经送到医疗团去 Love from Taiwan 那我们的英文名字叫做 Brown Mobile 那还有一个曲缺话语 叫做Karimoto Yong Yamura Magagi 表示这流动的车子 是收集血液用的 那这辆车子去 我们还有很多idea 我们想说它除了捐血之外 它还可以做变个巡回医疗车 它还可以做个education 你只要这个车子 在车身挂一个布幕 你就可以放DVD 可以做卫教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正有很多想法 这样要去做的时候 不幸就断交了 令人非常的难过 OK 接下来介绍一些个人做的一些humanity的工作 一个人道救援的工作 这是在李荣维市市郊一个平民区 那我们找了一些老师 当地的老师 不包含这个 这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板 我太太 这是我女儿 我儿子 诚心诚意 那我们找了老师 就在平民市郊那边找一个地方 那请他们来教学 那给当地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的小朋友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提供午餐 一天只提供一餐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钱 我们也不可能提供他住宿 所以就找厨师 那煮一些饭食 他们是吃稀嘛 那让这些小朋友 每天有一餐可以来吃 那他们最 他们都用手抓食 他们不需要筷子 所以没有环保块的问题 也不会砍伐树木 用手抓食 然后捏捏捏 那是稀嘛 是玉米粉 他们就是坐在地上 这样洗地的坐 吃很简单的食物 那当然 你看这个小朋友 很瘦对不对 但这个小朋友 他头是 也是有很多 赖利头这样子 那他就吃 在排队领饭食 这也是一群孩子 在排队领饭食 那这个小朋友 他手里拿着 手里端着 但眼睛在看哪里 看别人 别人那一盘总是比较好吃 对 别人的食物总是比较好吃 嗯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幅画这样 好 那那是 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们有做一些 Micro Loan Micro Loan他有听过吗 有一个诺贝尔奖 和平奖得主 尤努斯 孟加拉 他就是因为Micro Loan 推广Micro Loan 而得到这个奖 那 很多寡妇 因为 他们没有经济的能力 那 银行也不可能把钱借给他们 可是他们要求生存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透过教会 就设立Micro Loan 那让他们自己来选择 哪些寡妇需要资源 那给他一笔钱 其实台币一千到两千块很少 可是这笔钱对他们也就是一个 可能从来没见过的数字 那他们可以去做小生意 养鸡啊 卖花生啊 卖蔬菜水果 那要还钱 我们是高利贷 我们半年要还款 那15% 这是非常高的利息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都还得出来 还款率九成以上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能力 他们只是欠缺资金 那你有资金 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就可能会去做生意 可以赚钱 赚到钱 他们就可以养家活口 他们的小孩就有机会活下去 我们透过教会设立这个Community 因为我们实在不可能知道说 谁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但是他们知道 那我们也选择一个Team 他是一个30个寡妇照顾50个孤儿 那他们也需要帮助 那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给他一个计划 给他一笔钱 他可以去养鸡 那你看小鸡可不可爱 非常可爱 一只小鸡 每一只小鸡都是一个希望 非常模茸茸的很可爱 那就变成成鸡 对不对 那小鸡要养多久变成成鸡 多久 有没有吃过鸡肉的 应该都有吃过啦 有没有看过鸡走路的 可能就不一定有人看过鸡走路啦 那有没有喂过鸡的 那可能就更少啦 所以鸡要养多久 蛤 要养多久 两个月 还有没有 ok 钱还你有经验啦 养两个月是ok啦 你如果再养下去 就倒贴了 倒贴饲料钱了 所以不能养太久 养太久 那个钱会赚不了 所以变成成鸡就可以卖钱 就可以卖 大概两三百夸卡 那这样就可以 有些income 那我个人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到乡村去 教他们如何做豆浆 你想 一个台大医科的医师 跑去非洲教人家做豆浆 这是什么事情啊 哈哈 不过这个是for nutrition 因为我们发现在马拉威 他们是吃主食 是吃西马 西马是玉米粉 玉米粉是主要是carbohydrate 所以缺少那个蛋白质 那黄豆是一个很好的植物性蛋白的一个来源 所以有一个郭惠俄教授 大家听过嘛 他也是医疗奉献讲 他曾经在非洲推广黄豆豆浆 他就教我 他要求我 命令我 所以一定要去推广这件事情 我就by order去做这些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果汁机 说你可以用果汁机去做黄豆 我就信以为称 我就带着果汁去去 然后去到乡村发现 结果呢 没有电 还有呢 豆子有啊 豆子先准备好啦 豆子在这里 豆子在这里 还有呢 没有水 水还好啦 主要是没有电 然后那个电压也不同 台湾的电压是110嘛 那边是220 所以哇 馋了怎么办 我命令一个难题很难解答 这时候我太太非常有智慧 她在后面观看 以她掌管厨房的本事 她就指点我 嗨 我们做这件事情 这是豆子 这是我儿子 这黄豆前一天就泡好了 用这个 可不可以 可以 大家点头称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 我就非常敬佩我太太 因为这是他们家里都有的东西 他们在做玉米 也是要捣碎 那只是把黄豆放进去 捣碎就可以啦 对不对 然后三块砖 他们煮食非常简单 三个砖头就可以煮了 那三块砖一盆水 煮起来 然后就把那些黄豆 捣碎的黄豆倒进去 这是我女儿 陈欣 然后再加调味 他们重口味 他们喜欢吃咸的 甜的 所以他们都很胖 因为他们觉得胖是富贵的象征 那咸是因为他们觉得 咸才入 才下饭 然后再用一个沙网滤网 这是什么 豆浆 好不好喝 看起来都流口水了 对不对 真的是很好喝 我自己喝的都觉得 我真厉害 我竟然会做豆浆 在台湾都不做了 巴菲在做豆浆 然后当然要先给酋长先喝啊 酋长先喝完之后 才能轮到下面的人 这大酋长是老二酋长 他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没看过这样 可是喝完就觉得 哇从来没喝过这么 It's so delicious 这么好喝 非常有趣 那喝完不是就没事了呢 这是什么 豆渣 对不对 豆渣豆皮再倒回去 不是做豆腐啦 我没有那么高干 他们就把它倒回去 然后再放进他们的玉米粉 玉米粉 那就自己煮 那玉米粉煮稀嘛 要一边煮一边搅 那煮出来的稀嘛 就像是那个碗粿 一坨一坨的 然后捏捏捏捏 就QQ的就很好吃 但是吃多了会便秘 因为那个卡布派水也太多了 很容易结成一团 所以他们很多人便秘 你看吃了一滴不剩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去挖水井 我们总共挖了26口井 一个井大概三千块美金 那我们就比如说在教会附近 找到一个水源 就是那个要探测的 不是随便挖都有了 你要先探测那个水的纹路 然后就买管子 那如果一根管子 它可以有三公尺长 那我问 这口井有多少公尺深 大家算一算 考大家的眼力跟算术能力 你们都是台大医科 应该没问题吧 好 多少 几公尺 那么久都算不出来 令我太失望了 哈 你觉得呢 当然要算啊 摆在那边干嘛 哈 51 对 不错 一般很多人 他一开始会达45 但是他忘掉这边有一根 这边有一根 所以17根 51公尺 51公尺是多深呢 51公尺实际上是蛮深的 要打到51公尺深 为什么要打那么深 因为你如果水打得太浅 也许有水 但是要看天气 你干净的时候就没有水 雨季的时候有水 雨季的时候有水 而且太浅的那些水 容易受到污染 所以你要打深一点 那是涌流不停的 涌流不停的水 就像这个水是很干净的 是可以直接喝的 那这样一口井 它带来多少效益 你想想 它一口井 带来多少效益 马拉雅人 他们为了取水 可能早上提 提一个桶子到河边去 走了一个小时 提回来剩下半桶 然后下午再出发一趟 再提回来又剩下半桶 一天只做两件事情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就是提水 然后花掉很多时间 但是那个水也不一定干净 因为地流 那个河里的水不一定干净 可能会祸乱 或是什么其他的感染 但是这样一口井 就可以提供方圆 可能十公里的居民 有一个比较干净的水源可以用 水就是生命 所以民众就非常高兴 宰歌宰舞来庆祝 那我们刚刚讲了许多事情 有些比较不容易 有些比较容易 但其实都不会很困难 就是看你有心没心 那我们来看一个 Global View是这样 如果把全球的60亿人口 压缩成100人的一个村庄 那我们会发现 有50个人 他目前是面临营养不良的状况 一个人即将死亡 那一个人即将生产 那一个人 百分之一 拥有大专学历 那百分之一人拥有电脑 那请坐在座各位 没有电脑的请举手 你啊 那恭喜你 你是很难得 在台湾 你真的没有电脑吗 还是你没有两部以上的电脑 所以我想在台湾 我们大概都是属于1%的人 甚至有些人拥有两部以上的电脑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forget 我们是不是可以忘记 地球村另外一半的人 他正在挨饿 他正在suffering 正在忍受死亡 我想今天主要是提醒大家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我个人也这边在跟大家讨论医疗的层次 我希望 因为大家 你以后要当医生嘛 你是当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你可以只看病 看organ 看 看 看器官 你只看器官 OK 完全不care人 那这种叫做 我们叫 这个 下医医病 那你如果能够看病也看人 就是说你除了他这个 disease 你能够care他的人 他的人心灵的需求 那我们叫中医医人 这个middle level 这个比较高一级 那另外如果你可以再above 再进步一点 再upgrade一点 社区群体医疗的话 那这个是上医医果 上医医果 就像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一样 他是能够上医医果的人 他有一些很不错的医师 他都能够上医医果 那 他可以来思考说 你要当一个什么医生 常常我们很有爱心 我们满腔热忱 去到一个落后偏远的地方 那我们就想要做一些丰功伟业 可是喔 常常不自觉的 我们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期的 我们自己想都没想到的一个伤害 我 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 我今天就反省说 我一定是做错了 我昨天去屏东一个小学 帮学童做见见 然后 有一个小 因为我一个上午 我要看两三百位学生 所以每个人时间都很短 但是我又希望好好看 所以有一个学生 当他被我看完之后 他走出去 我发现他走路怪怪的 他好像是这样子 这样子 那 我就忍不住 我就追出去 我就说 同学 同学 你再过来 你再走一次给我看 他 他的确走路是怪怪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那 我那时候就 很快的下了一个诊断 就说 他垫脚肩走路 需要召会骨科 好 OK 其实这是我 我觉得我 我当时觉得 嗯 陈志诚怎么这么厉害 在一眼之间 就可以瞄到他垫脚肩走路 好 那应该会引起众人的 心目的眼光 那 我就 蛮自以为好 但是我今天反省 我做错了 因为 当我讲他垫脚肩走路的时候 我听见其他同学在 在笑 笑 说那个同学垫脚肩走 那我想 我当时实在是太没有识会 我不应该这么讲 我应该是说 OK好 那你回教室 然后我只要安安静静地 告诉我的 那个记录的同仁说 他垫脚肩走 我不应该在 其他同学面前 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还醒说 哎 其实 有时候我们会 大概以为自己很专业 很professional 很 很强 但是有时候 一不小心 我们就可能会犯了一个 让一个孩子 遭受到歧视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 伤害 一个心理的伤害 我就不知道 这件事情 会不会对他这个时候 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也许可能其他同学 会对他有 一个 此笑或什么 所以 我们的爱 是常常需要学习 这是我个人 一个惨痛的经验 那 我们去到非洲 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是donor 我从来 我都不这么讲 我说 I am not donor I am your partner I am your friend 我是来 成为你的伙伴 我不是来 帮助你的 其实我们常常是 要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就像我们团圆 跟这个 当地的妇女 她在 握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怎么握的 妇女她怎么握的 她这样姿势代表什么 她是一个很谦卑很尊重 她对我们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她是这样很 卑躬屈膝的尊重 一个握手方式 我们团圆 因为她是长者 也不好意思太骄傲 也是弯腰 跟她一起弯腰 结果 两个人就越弯越低 这是互相尊重 要彼此信任 跟真诚的心 那常常我们以为 我们是去帮助人 但是 事实上 你所接受到回馈 是大的 你看 他们的脸上的笑脸 在台湾可能看不到 这样的笑脸 他们带给 他们的一个 容易的满足跟感恩 会让他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心里 我们看起来是富足 但我们心里可能是贫穷的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们在维多利亚瀑布 他们刚去的时候 很可爱的样子 现在很难管 现在已经青少年了 已经进入青少年 这个 这个 我们那时候有养狗 因为要 安全 最多的时候 家里有七条狗 我们家庭院很大 我那时候住在里东维 因为我是那个 相当于外交人员 所以我们那个庭院很大 但是 就围墙 然后要养狗 那儿子是 他睡了蚊帐 他曾经得过两次瘧疾 马拉利亚 那蚊帐 因为蚊子 他会停在蚊帐上 所以小朋友晚上睡觉 他会 靠到蚊帐去 所以半夜 我都让他起来 再用电文拍 再把那些蚊帐上的蚊子 一支一支把他垫死 这样 这个 这样才会睡得安稳 好 有两个字跟大家讨论一下 一个是value 一个是price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价格 你当一个医师的价值 跟你当一个医师的价格 是多少 价格是什么呢 就说 比如说薪资啊 台大医师的 台大医师的价格 大概不高 但是台大医师的价值 很高 对不对 没有吧 光是台大这个招牌 就有很大的价值 对不对 好 那 有些人他选择价格 当医师 好 就是薪水高 好 不会出医疗就分 不用值班 好 那很轻松 可以享受忧郁的生活 那这个是价格导向 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value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价值 一个当医师的价值是什么 你为什么一开始你要来读医学系 你读医学系的一个dream 什么是驱动你来读医学系的一个动力 那这个价值你要去思考 不要忘记它 所以我当一位医师的价值是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找那些比较easy 好赚钱的科目去走 ok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让大家看一个video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谢谢陈医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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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從1949年以來 是一個醫療的 還有公共衛生的輸入國 那時候呢 我們接受很多 其他國家的援助 讓我們的瘧疾 小麻痺 一些公共衛生的問題 還有醫療的水準 大幅的提升 最近我們國家 在很多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為一個 醫療 以及公共衛生的輸出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要走出去的原因 國際上醫療工作大概是無止盡的 是永遠做不完的事情 而且有太多的需要 已經存在非常長的時間 所以這樣的困難呢 當然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還要跟別人 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醫療團隊來合作 比較能夠成功 這是中馬醫療合作協定 台灣幫他蓋了一間 母住的中央院 但是他的醫療人員還不夠 所以後來就要求我們 派一個醫療團 所以國家就派這個醫療團來 這個問題是非常相似的 有關於我們的研究 從很多不同的 共同夥伴交易 他們會建造一個醫療 甚至能配搬 但不持續要續的 管理 這次的佛法 就是最多的 所謂的 因為他們看到 我們的問題 美國部員 如果他們覺得 有需要 有更多的 或衣服的加工,或衣服的加工,或衣服的餘員 和提供更加的,或衣服的加工 彩虹门诊是为了艾滋病人而设立的 在2004年7月我们医疗团开始这个彩虹门诊 因为我们要帮助北部地区的艾滋病人 有一个就诊的地方 那彩虹门诊从那时候到现在 已经有3000位病人 Global Fund不是全世界的所有国家 都能够连快提供药物 那大概在全世界有14个国家 在免费提供药物 那马拉威是其中一个 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所有的药 是让这个病人来使用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科技来帮助我们 马拉威的艾滋病的问题 当然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过我们在寻找用什么样 我们台湾所拥有的特质的知识 或是我们的技术 怎么样来有效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目前马拉威发展出艾滋病的 这个指纹辨识系统 可以让在一个没有身份证 在一个没有户籍登记的地方 能够长期的照顾这些艾滋病的病人 我认为这些艾滋病的效果 我认为这些艾滋病的艾滋病 我认为这些艾滋病的艾滋病 在瑶滋病的重量 我认为这个艾滋病的重量 我认为这些艾滋病的医院 既队应该是在我的国家 以台湾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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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